大家好,咱们这节目咱们来学一下怎么去监控一个硬盘 然后的话去监控硬盘的话呢 我们这里面的话只监控一个硬盘的一个使用情况 那个而不是说那个一个磁盘的一个IO 假如说你要监控一个磁盘IO的话呢 你那个然后可以去查到一些资料 然后看一下 我们这里的话我们就只是监控一个磁盘的一个使用情况 然后的话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磁盘 然后什么时候 那个预计一下的那个磁盘什么时候能够使用完 然后的话提前然后做一个预计 然后我们来先看第一个 第一个的话我们都是来看一下 我们磁盘的一个空间使用的一个百分比 咱们来看一下那个都有哪几个参数 NOT 然后的话这边那个也那个 大家看到这边是一个磁盘IO的一个使用情况 你要去监控一个磁盘IO的话 你这里也可以呃那个去看一下 你可以那个根据自己的一个需要 然后去那个嗯查询一下 这里面的话我们是文件系统 嗯 咱们来先看一下 嗯 这个 这是一个从这边看的话大家可能看到啊 那个比较困难在我们各个节点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各个节点的一个呃磁盘大小空间 然后的话我们那个嗯 我下去除一下 我们去给他那个给他加一个参数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的话我给他把这个 把这个参数给他加上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一直看我们的那个根目楼下面的 看我们根目楼下面的其他的都不要 这看我们根目楼下面的 嗯嗯 这个括 看到然后的话呃现在的话一定把呃只有根下面的呃才可以挂的下来呃显示出来我们来去往下面 然后的话这是我们的一个呃总的使用空间啊 总空间总空间的话我们要去那个去呃 减一下我们的一个空闲的一个空间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是一个空闲的 这话呢应该就是那个呃呃我们实际上已经使用的 已经使用了 然后再处于我们的一个呃一个一个总空间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空间的话跟上面是一样的 处于总空间然后呃呃乘100 都可以是那个得到我们使用空间的一个百分比 我们就直接从这里直接复制掉复制了 大家看到然后的话这使用了那个6%多 然后的话这些参数的话都是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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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比较一下 然后是df 你们看到 然后我们这边是显示使用了一个7% 然后的话 我们这里面呢 那是6%点多 它有一点像那个 只要 也不是四彩五珠来 都是说 只要大于6 它都给你那个 往上进去 进到7 它这边的话是保留一个整数 来看一下 这7% 然后的话我们去 这边也来看一下 它应该都会看到这种情况 这边是5% 这边是4.1% 比如说 你知道大于4 它只能往上进 不会死掉的 我们这里 给它看一下 4% 这是3.7% 大家看到 然后的话 从这里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的一个 呃 持盘使用情况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一个 嗯 出路来的 不是说 它比较 没有我们这上面 这个模式精细 嗯 这是那个 查看我们的一个 持盘的一个使用百分比 然后的话 我们那个 再去往下 往下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有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那个 并不是想查看 我们那个 呃 根下面的一个 侧盘空间 大家有可能 可以看到 然后那么 我们有的时候 去划分 然后那个 多个侧盘分区的时候 根下面并不代表 是我们一个 整个侧盘 它有可能 然后 嗯 特别是你那个 呃 自己去单独 画那个划分 分区的时候 那个 有些侧盘呢 它并不一定是属于 那个 呃 根下面的一个 侧盘空间 根下面的一个 侧盘空间 并不包含 所有的一个侧盘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那个我们去挂点 一个外在的一个 侧盘的空间的时候 那个 这时候呢 我们就想坚持一下 我们外在的一个 侧盘空间的一个 使用情况 这时候的话呢 我们都需要去指定 嗯 一个新的一个过滤 比如说我们想去 那个坚持一个 低的目录下面的 一个侧盘空间 使用情况 我们那个 我们都可以使用 这种方式 嗯 由于我们这一台机器呢 我们全部都是 划分在根下面 都是从根下面 衍生过 衍生出来的 所以说呢 可能我们这个 这个呢 嗯 做出来的效果 应该是 做不出来什么效果 但是的话 那个你可以去 那个试一下 嗯 我们 我们就那个 也来试一下吧 试一下 但是的话 应该是效果 是出不来的 嗯 刚对的 我们都 创建一个目录 因为即使我们 创建一个目录 它其实 它还是 是属于我们的一个 根下面的 也就是说 它应该是 跟和我们根下面的 一个空间 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 这边应该是 不会显示的 因为什么 因为它是属于 我们的根的 我们就 那个 嗯 查询一下 嗯 先来 先来那个 检查一下 看一下 有没有这个 嗯 这个选项吧 看一下 有没有 挂载的时候 有没有挂载这个 嗯 塞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应该是 是没有显示的 因为它不属于挂载 它是你 你这里的话 你只是一个 创建一个目录 在挂载这个里面的话 它是没有显示出来的 所以说它是属于根的 你这里面的话 应该是显示不出来的 除非的话 你都是 嗯 嗯 那个在这挂载里面去 然后去 把这个 跌了去挂载上去 然后的话 你这里面才 可能会去显示出来 嗯 这里的效果呢 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这里的话呢 嗯 我就那个 嗯 我那个不带大家去做了 因为我们这里的话 什么那个 嗯 没有一个外带的一个磁盘 嗯 还有一个 下面就是一个呢 也是那个 一个一样的效果 这个呢 无非就是说 过滤的条件不一样而已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这边是 等于 然后有一个 那个 那个约 那个约 那个约等于 把分成放在一起 这种的话呢 代表是 后面是一个 那个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是 代表后面是一个 正在表达式 告诉后面是一个 正在表达式 正在表达式是什么 这边就是匹配两个 一个是一个根下面 一个是匹配一个run下面 一个根 一个run 一个文件 最后呢 这时候都是相当于匹配两个 大家可以看到 这都是匹配两个 我们匹配了 一个run和一个根文件系统 匹配了两个文件系统 所以那个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 十分是什么 就是不能使用一个 匹配空字符串的 一个整个表达式 也就是说 我们这里面是不能加空号 那个 这里面不能去加一个 空白字符 没办法进行匹配的 我们另外呢 还有一个是 运反符呢 就是一个 不约等于 也就是说 那个 它应该是后面是 不匹配后面的 所以那个 我们这边的话呢 大家那个 可以去了解一下 它这个 这边的话呢 这个操作幅度在哪里面呢 都是都跟合我们的一个 在我们的官方文章上面 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里的话都给大家 稍微演示一下 让大家知道 然后怎么样去使用 然后的话 你距离需要哪些的话呢 你都可以去 官网上文章上面 应该都有 你知道能找到地方就可以 应该是操作服务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的话 应该是 那个 没找到 它这个匹配服务 大家那个 记住 有这两个匹配服务就可以了 然后是一个 约等于 有一个是相当于 非 非约等于 然后的话 我们来去看一下 在下面一个 下面一个就是 一个什么 预计多长时间 然后吃饭爆满 也就是说 我们去监控吃饭的时候 我们去监控 吃饭的一个空间 光监控一个吃饭的空间的话 对于我们来说 意义可能不是很大 这时候的话 我们可以去 使用另外一个函数 然后的话 就是我们这里面 也有的 一个函数 可以去预计一下 我们这个吃饭空间 然后 什么时候会爆满 它是根据什么 它是根据 取最近一个小时的 一个平均增长速率 然后 根据这个速率的话 来乘用我们的一个时间 再到我们的 然后 乘用我们需要 那个监控的一个时间 假如说我们 那个要 要先知道 要最近四个小时 也就是说 四个小时以后 有可能就会 根据当前一个小 当前的一个小时的一个增长率 然后再乘以四个小时 代表那个 就会得到一个什么值呢 得到一个 然后四个小时以后 假如说 然后那个小于零 吃饭空间 然后剩一量 就会小于零的话 这时候都代表 吃饭空间 将在四个小时之后 进行爆满 大家看到 然后再次代表 那个3600秒 然后的话 再次乘以 代表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 然后这边的话 是拿出一个小时的 一个平均值 然后去取 取它的一个增长率 大家看到 这是一个空闲 空闲跟空闲直接数 然后是一个根下面的 然后下面的话 就是一个 交付的那个node 然后的话 来看一下 我们先看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应该也是在这个里面的 p 可以看到 然后的话 这也是在这里面的话 可以取它一个向量值 我们来看这个 我们这一个 交付的那个node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个取的是什么 它根据这个标签来的 也就是说 它取的是一个整个侧板空间的一个那个使用情况 而不是说那个单 那个单单取得是一个 这边是取的 这个取的是一个根 这边是取的一个整个侧板的一个使用情况 就是说我们这边使用这条命令的话 我们得出来这个效果就是 假如说 4小时之后 吃饭会爆满的话 都会那个 发送一个报警邮件给我们 这个报警邮件的话 是需要我们后面的一个触发报警 到后面的话 我们会讲告警的时候 会讲这一方面 然后这个的话就代表 我们这个里面呢 就是说 它那个 假如一到这小于顶的话 你说4小时以后的小于顶的话 它这时候就会一个 返回一个复复 这个复复的话 然后的话 会根据这个复复 然后来进行一个触发报警 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从这里面看的话 应该 看下效果 这应该是返回是一个空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4小时 那个以后呢 那个根据我们当前的 一个小时的一个增长率来算的话 4小时以后 我们的空间应该是 那个不会爆满的 所以说这里面的话 应该返回没有任何数据 我们去把它调大一点 调300 就是300个小时以后 还是没有 调400 400也不会满 调整500 大家看到 然后我要调整500的话 就是代表 那我们500个小时以后 这个我们这个 看着我们目前的一个增长率来算的话 这这500个小时以后 这个磁盘空间 那个会满掉的 大家看到 然后说里面都返回一个束缚 嗯 好 那个关于一个磁盘的一个监控的话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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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